第九集 法医也是人的 看到腐败肢体 在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下 要说一点不适感都没有 肯定是骗人的 记得很多法医说 如果我有鼻炎就好了 就闻不到臭味了 其实不然 鼻炎和烟炎经常联合存在 而烟炎的症状常常会有恶心干呕 有烟炎的法医 在有腐败尸体的现场勘察时 要抑制住干呕的感觉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如此 作为一个法医 在现场干呕 毕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而且难免会让领导 对你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 所以像陈时宇这样 第一次接触腐败尸体的 侦察专业的学生 他即便吐得不成人情 我也能理解 刚刚在封岭市殡仪馆 法医学尸体解剖室的门口 跳下车 我就闻见了那股 熟悉而厌恶的味道 在装有完善的 排风射尸的解剖室里 还能够顶着风头臭巴厘地的尸体 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子 在更衣间里 透过连排玻璃 只能看见解剖台上 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尸袋 我们知道 这不是因为死者太胖 而是因为巨人观已经形成了 所谓巨人观 就是尸体高度腐败后 受到腐败军群的作用 体内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并逐渐扩散到全身 使之看上去膨胀如巨人 这个时候的尸体 全身的表皮湿润 易于脱落 眼球 舌头 都会因为膨胀作用 而蓬龙出来 面貌丧失 很多朋友在网络上 看过巨人观的照片之后 都会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 纷纷感叹法医的不意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视觉冲击 倒没什么 更要命的是嗅觉和触觉 恶臭不必多说 检验尸体时的触觉 也会让人很不适 因为成巨人观的尸体 全身湿润 表皮稍微用力便会脱落 所以戴着乳胶手套的法医 连抓住尸体的四肢都很艰难 更别提给尸体翻身了 但是为了找到真相 给逝者主持公道 受这些罪也就值了 我们很快穿戴完毕 走进解剖室 封岭市公安局法医科科长周志 慢慢的把尸道拉开 一具墨绿色的巨人观尸体 暴露在大家面前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扑鼻的恶臭 我扭头看了看陈时宇 他显然也被熏到了 忍不住皱了皱鼻子 但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景象 他居然没有呕吐的迹象 这不禁让我大感意外 有了先进仪器的辅助 法医告别了皱鼻子的时代 先前我们靠口罩来阻隔一些臭气 现在的条件好了 法医都会配备防毒面具 防止腐尸产生的有毒气体 侵害法医的身体 防毒面具里的活性探核 的确可以吸附一些有毒气体 但阻隔臭气的能力 比口罩也高不了多少 这个时候 臭气穿过防毒面具 钻进了我们的鼻孔 我皱了皱眉头 在他这玩意儿 我连习惯性的揉鼻子的动作 也做不了了 尸体吐着舌头 瞪着我们 我的天哪 看到了尸体的面貌 陈诗宇终于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确实 这具巨人观尸体 膨胀的非常厉害 是比较少见的 嘿 这具巨人呢这是 大宝这样说 因为腐败的进展 尸体的舌头 都已经成了墨绿色 阴森森的露在口外 面部皮肤 因为气体膨胀而变得很紧 眼瞼已经绷成了一条线 已经半叉线的眼球露在眼眶之外 就像是随时会掉下来一样 尸体的衣服 在初点的时候 就已经被剪开取下 封领市公安局的刘法医 正在解剖室一角的操作台上 逐渐把衣服拼凑还原 死者是一名男性 看不出年龄 尸体的胸腹部都高高的隆起 全身墨绿 期间还有错综复杂的黑红色的静脉网 头发全部脱落 手脚掌的表皮皱皱巴巴的已经变形 只需要轻轻的一拽就可以把表皮完整的剥落下来 尸体还没有解剖 我见尸体的表面很完整 没有缝线 周科长点点头 啊 我们对死者头面部的损伤争议很大 没有定论 就决定暂不解剖 等你们来了 共同商量着办 诗员呢 DNA已经取了剪裁 送实验室进行了 结果估计现在已经出来了 不过因为还没解剖 所以对尸体的特征刻画 没办法进行 是不是本地人 是不是现场周围住户 这些都没份确认 调查失踪人口的工作正在进行 指纹也没取吗 林涛这样问 一般已经经过初次尸检的尸体 手指都是黑的 因为需要进行常规的尸体指纹纳印 就是给尸体的手指指腹抹上油墨 然后在指纹卡上纳印 获取的指纹 可以作为寻找尸员 排出现场指纹的一项依据 对于高度腐败 而且未必是命案的尸体 对这方面的要求 并不是十分严格 周科长摇摇头 死者手指的皮肤 因为腐败和长时间被水浸泡 没份进行打印 谁说没法打印啊 大宝小心翼翼的 拿起死者的手看了看 好打印得很啊 大宝说完 用手术刀 在死者右手拇指指根部滑了一圈 然后像是脱手套一样 把大拇指的皮肤就这样整个脱了下来 然后把自己的手指 小心翼翼的伸进皮肤套里 快拿拿印卡 就这样 大宝把死者的十根手指的皮肤 依次取得下来 套在自己的手指上 完成了死者指纹的纳印 陈诗宇看得目瞪口呆 这种取指纹的方法 不是常规方法 但是我们也会经常使用 封灵室 是一个稳定和谐的小城 命案本身就不多 腐败尸体的命案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当地法医并没有学会这种 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办法 当然 这种办法也不是每次都会有效的 如果尸体腐败程度 还没有砸到手部皮肤 手套样剥离 或者腐败程度严重到 手指皮肤已经破碎 都是不能用这种办法 进行指纹纳印的 所以 在这起案件中 大宝成功的获取了死者的十指指纹 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你们对什么有争议 我没有多看大宝区指纹的过程 而是专心致志的 看着死者面部的几处交错的伤口 毕竟 取不取得到指纹 不是案件能够准确定性的关键 死者的面部颅骨 没有塌陷 用指压 也没有感觉出有明显的骨擦音 可见 并没有明显严重的骨折存在 但是 在墨绿色的面部 可以看到几条边缘不整齐 互相交叉的皮肤裂口 因为高度腐败 窗口周围都已经变得不清晰 而且圆顿了 根本无法判断出智商工具 更别说判断有没有生活反应了 无法判断也无生活反应 除此之外 尸体全身没有发现什么致命性的损伤 毒物检验也做了 没有中毒的迹象 所以现在不太好确认死者是溺死 还是被打死以后抛尸入水 尸体腐败成这样子 我们担心解剖了也无法确认 所以就等你们来了 确实看不出有没有生活反应 我屏住呼吸 用放大镜罩着 凑得更近了一些 看了看窗口 周科长接着说 现场的环场河 是和我们风铃市的母亲和风河相连着的 里面有很多鱼 所以有些认为 这是死后被鱼啃噬所致的伤口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窗口 但其下颅骨没有骨折呢 不过也有些认为 鱼毕竟不是野兽 啃不出这么多这么大的窗口 所有的法医都知道 在野外的尸体 可能会被野兽啃噬 但确实不是所有的法医都知道 其实鱼类的啃噬 也可以在已经腐败的尸体上形成窗口 我曾经初看过一个现场 法医从河里捞出一具尸体后 发现他额头的正中部位 有一块皮肤破损 而在这块皮肤破损的下方颅骨上 看到了一条裂纹 学过医学基础的人都知道 人的颅骨顶部 有一条横形和一条纵形的骨峰 分别叫做冠状峰和屎状峰 另外在枕部有一个人形的骨峰 称之为人字峰 除此之外 颅骨应该是完整平滑的 不应该有裂纹 既然额部正常 不应该有骨峰 那么发现这条裂纹 应该就是骨折线了 法医以此来推断 这可能是一起命案 凶手用钝器打击死者额部 导致颅骨骨折脑挫伤而死亡 在通知家属要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 家属一致反对 因为家属都清楚死者有异于症 多次自杀魏国 这次离家出走前 也写了遗书说自己要投合自尽 法医觉得家属反对解剖的行为有些蹊跷 于是要求侦察部门对死者的家属进行了调查 并且获取局长的同意 强行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解剖后 不知道如何下结论 于是申请省庭支援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 对尸体进行了复检 发现死者额部皮肤破损下方的裂痕曲线 显然不是骨折线 而应该是骨缝 这就涉及冷门知识了 其实在每六百个人中 就会有一个人是这种先天变异 鹅骨的正中有一条没有预和好的骨缝 称之为先天性鹅缝不育 在法医试检中 经常可以发现先天性鹅缝不育的人 但是只要颅骨没有损伤 法医有时候不会注意到鹅部异常的骨缝 后来这起案件定性为自杀案件 因为尸体腐败后 鹅部被鱼类啃尸 导致皮肤缺损 恰巧露出了其先天性变异的骨缝 引起了法医的误会 确实不像是鱼啃尸的 我皱了皱眉头这样说 肯定不会是锐气窗 因为边缘不整齐 但如果是顿气窗的话 形成这么多窗口 肯定是多次打击 那下颅骨不会骨折吗 周科长这么皱着眉头问 我们解剖吧 我和周科长捡头面部 大宝和刘法医捡胸腹部 我的话还没说完 大宝的手术刀就滑了下去 滑开尸体腹腔的时候 只听见噗一声 尸体腹部蓬龙迅速消失 我赶紧屏住呼吸 招了招手 示意我们一起 暂时离开解剖师 没想到林涛的速度比我还快 早已拉着陈诗语 躲到了更衣间 隔离玻璃的后面 走进更衣间 我说 大宝 你驾到之前能不能说一声 大宝嬉笑着说 那我总不能喊 预备 华 这具尸体体内积聚了大量气体 尸体上一旦有了破口 气体就会迅速的从破口处涌出来 第一 这气味受不了 第二 这一下会释放很多有毒气体 对健康不利 第三 这和包炸原理相同 气体会携带着体内的腐败液体 向外绷建 大宝 你那衣服不用你自己洗啊 我们几个人 躲在更衣间的隔离玻璃后面 看着尸体逐渐变瘦 周科长把排风系统开到了最大风量 过了五分钟 我们才陆续回到解剖台前 开始工作 尸体的软组织 由于腐败已经开始非常疏松 手术刀划过的地方 立即一分为二 暴露出同样是墨绿色的皮下组织 我拿着手术刀 沿着死者的下颌骨的走向 划开着死者的面部皮肤 然后逐渐向鼻骨位置分离 周科长也用和我一样的方式 对死者的另一侧面部进行解剖 死者面部的皮下组织 绿色显得更深 说明这里曾经有血液凝聚 血液从血管渗到了软组织 说明这里的血管有破裂 你是说这是生前损伤 对 没有充分的依据 但是凭经验 我觉得这里有异常的 说话间 我们已经把尸体的面部皮肤掀了下来 暴露出面部颅骨 这个还和尸体连接 有着头皮和耳朵的骷髅 看起来格外恐怖 我顺着尸体的鼻骨摸了摸 行 鼻骨有骨折 仔细分离了尸体鼻骨附近的软组织 鼻骨的碎片就暴露了出来 鼻骨 是面颅骨中最容易骨折的骨头 因为鼻骨相对于面颅骨较为突出 而且非常薄 所以面部受伤的时候最容易造成鼻骨的骨折 不用止血前 潜除骨折的碎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 骨折的断断骨质里有渗入的血迹 由于腐败的作用 血液会逐渐变成腐败液体 导致无法判断尸体有不出血 但血液在尸体腐败之前 渗透进了骨质的断断 会在骨小粮之间被保存起来 通过这一点 可以肯定死者在生前就发生了鼻骨骨折 面部皮肤错裂上 鼻骨粉碎性骨折 但颅骨却没有骨折 这是因为凶手的力气小 还是因为工具轻呢 周科长这样问 我说道 显然是因为工具轻 如果工具质量较重 凶手力气小到只能把鼻骨打骨折 那么也不可能在面部皮肤 形成这么多策略伤 只有当工具质量轻的时候 尽管凶手用力击打 却只能打破皮肤 打碎鼻骨 而不能对肩后的颅骨造成损伤 啊 工具较轻 周科长沉引起来 我接着说 死者面部皮肤的破口周围圆顿 不规则 说明工具没有尖锐的棱边 应该是个圆滑的工具 因为较轻 所以肯定不是金属的 另外之所以可以形成不规则的窗口 工具接触面 肯定不是平整或者弧面 而应该有圆滑的条状突起物 林涛在一旁翻了翻眼睛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但它至少不是个杀人的戾气 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工具杀人呢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面部损伤 是不是致命伤还不好说 我们开炉看看 接着 在开炉具的轰鸣声中 大宝突然尖锐地叫道 哎 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脚骨折了 甲状软骨是颈部前面的方形软骨 左右各一 在颈部的正前方连接在一起 甲状软骨的上脚的位置 就在颈部正中的两侧 虽然尸体颈部的皮肤都已经腐败了 无法看到皮肤损伤 但是从软骨的骨折 可以判断死者的颈部在生前遭受到了暴力 因为两侧均有骨折 那么这样的暴力肯定是恰恶所致的 当然 乐颈也可以形成这样的骨折 但是肯定会在颈部留下锁钩 而这里并没有 饿死 我停下开炉具 尸体有窒息争相吗 大宝摇摇头 眼球都凸出来了 可以看到没有出血点 刚才我们进行轻腹部的检验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死者的主要脏器有出血点 或者有淤血的真相 这是周科长说的 有恶警动作 但不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那说明了什么呢 我笑了笑 继续打开开炉具 说明这个恶的动作 只是一个约束性动作 很简单 凶手用一只手加入死者的脖子 让其不能活动 随着具线的交错 尸体的颅概骨应声掉落 暴露出了粉红色的硬脑膜 机体死亡后 组织细胞失去生活机能 因为霉的作用 会发生组织溶解的现象 也就是自溶 脑组织是最先 也是最容易发生自溶的组织 所以在我们剪开硬脑膜后 一坨脑组织就像面糊一样流淌了出来 快照相录下 国听网整体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陆网址 国听.do查询收听